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1月3日 老科谈科技股第71期 今天我和大家首先聊聊 该如何布局2021年股市 最后说一说我自己的股票池 并分享所选择的行业和股票 这期很重要 请大家务必听完 一旦建仓 我是很少动的 我以后会不停回看 这些股票来总结投资的 经验教训的 如果你相信科技颠覆传统行业 改变人类的未来 那么你来对频道了 这个频道是专门通过剖析 科技发展宏观大趋势 去预测科技股走势的 记得订阅并打开小铃铛啊 2020年全年 在全球16个主要股指中 11个股指上涨 5个股指下跌 其中 纳斯达克指数 深圳城指 分别累计上涨 百分之43.64%和百分之38.73% 位居前两位 第三位的韩国综合指数 上涨百分之30.75% 第四位的台湾加权指数 上涨百分之22.80% 细心的投资者会发现 这前四个市场 都是以科技股作为主力的 2020年科技股 明显跑赢了传统行业的股票 那些投资科技股的投资者 已经赚得盆满钵满 而那些投资传统行业的投资者 可能还在亏钱 自从我的频道 在2020年5月开通 我就一直集中于美国和中国的科技股 现在看 这个大方向是完全争取的 正所谓男怕入错行 女怕嫁错狼 投资还是没有投资科技股 差别就是这么大 我非常笃信 人类正在处于另外一次科技革命之中 而这次科技革命会比人们想象的 要来得快 来得猛 科技会改变社会和生活的方方面面 同时带来巨大的前所未有的投资机会 这也就是我为什么集中于 分析和投资科技股的原因 我是不会碰那些摇摇欲坠的 传统行业的股票的 这种策略 也是我自己在2020年的投资 获益匪浅 接下来说说我 对于2021年投资的布局 在讲布局之前 我先讲讲我对于2021年形势的判断 我认为疫情不会马上过去 但是由于疫苗的逐渐普及 人们已经对于战胜疫情更加有信心 不再悲观了 这会是贯穿2021年的主旋律 同时 人类的数字化转型继续加速 摧枯拉朽般的打击和改造传统行业 我们的投资也应该围绕这个主旋律展开 我坚信科技股依然是市场的热点 而投资科技股 还是应该侧重于美国和中国的科技股 其他国家机会不多 以下是我建立的2021年的投资组合 要特别说明的是 这是模拟的投资组合 这是我这么多年刻骨钻研的结晶 我自己真实的投资组合和这个相差不会很大 这个模拟投资总额为30万美元 用2020年12月31日的收盘价 一次性模拟买入30万美元 我的目标是通过拿住这些我有信心的科技股 来在未来一年超越美国三大指数 香港恒生指数和上证指数 从而实现自己的财富增值 关于这个投资组合请注意我的说明如下 第一我的投资组合中 重仓股为亚马逊 微软和台积电 这三只股票占总仓位的40% 他们所在的行业覆盖了电子商务 云计算和芯片代工 这是我最为看重的三个科技行业 这三只股票正是这三个行业的龙头股 这三只股票在我过去的视频中分析过许多次了 我非常看好他们未来发展 而且他们的风险可控 第二我的投资组合中 中资股包括腾讯小米和拼多多 这三只股票占总仓位的19% 我们这些出国的比美国当地投资者更加了解中国 这是我们的特长所在 所以我们坚决不能放弃中国的任何机会 同时投资中资股提供了一个通过多元化来平衡风险的手段 有时西部不量东北量 大家可以看到腾讯小米和拼多多的业务涵盖了中国的社交网络 游戏手机物联网和电子商务行业 我并不是很看好阿里巴巴和百度 所以我的投资组合中没有他们 第三我的投资组合中12%为ETF 芯片行业除了台积电和ASML能够垄断外 其他芯片设计行业竞争激烈 我不能确信哪个更加有优势 但是我相信芯片行业的整体增长空间 所以我通过芯片行业的ETF来抓机会 同时我也通过持有著名的方舟ETF来争取抓住其他科技发展机会 第四有人要问为什么要做模拟的投资组合 而不是亮出自己的真实交易记录呢 原因有三个 原因一我的频道大约每四天才能有时间更新一次 四天对于千变万化的股市而言可能已经物是人非了 所以即使向大家每次展示我的交易也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第二我个人是一个长期投资者 我很少卖出股票 但是我会随着自己攒到一定数额的现金找机会加仓 因此一直加仓会导致计算回报比较困难 所以我的情况不适合和大家及时分享 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博主为了展示每天的回报 而开两个账户一个是封闭的能够准确计算回报能够和大盘Benchmark 一个是自己私人的账户可以随时根据需要进行任何现金的补充和提取 原因三我在2021年第一天一次性建立模拟股票池便于和指数进行比较 我会在以后的节目中每三个月或者半年和大家展示一下我的股票组合的表现 为了防止作弊 我任何的调整仓位都会及时做节目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 需要强调的是 我调整的频率通常是看半年 即看两个季报的业绩 我要强调的是 这个投资组合看似平淡 却是我独立思考后的结果 是我总结多年投资经验教学后的捷径 我不是那种人云亦云的人 大家可以看到 有些热门科技行业 我并没有覆盖 如超级热门的电动汽车行业 我是在做我相信的事情 我在为我的信仰而买单 所以大家要学会独立思考 千万不应该盲目模仿 炒股的作业是超不得的 毕竟你赚的钱是你的 你亏的钱也是你的 最后 用李商隐的一句诗来 形容我对于投资科技股的看法 就是此情可代成追忆 只是当时已枉然 大家千万要抓住千载难逢的时代大机遇 该出手时就出手 千万不要让自己浪费机会 而在将来后悔呀 如果你在2020年 没有达到纳斯达克43.64%的回报 那么你真的应该多看看 我的频道 我估计十有八九 是你没有对于科技的力量抱以敬畏之心 所以没有信心决心投资 和长期拿住科技股 感谢这个伟大的时代 伟大的时代造就了伟大的公司 我们2020年投资的成功 是因为顺应了时代的大潮流 所以能够顺水行舟 也感谢大家的陪伴 讨论和一起探索成长 以及过去六个月 对于我频道的支持 我接下来的节目会有更多个股的分析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请不要忘记订阅我呀 我们下次节目 再见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